鬼滅之刃 肉粗繳好身材 穿著動畫鬼滅之刃迷斗子的服裝 手指在鋼琴上快速跳躍 彈得一首好琴的 就是百萬youtuber Pam Piano 擁有不小知名度 不過卻疑似遭日本網紅抄襲 同樣cosplay鬼滅之刃的角色 彈奏動畫歌曲 展現傲人試驗線 幾乎和Pan Piano的風格一模一樣 拍攝角度都是從上往下 沒有露臉 有網友認為實在太過相似 不過鄉民們卻搞笑回應 要該名網友不要多管閒事 會這麼勒劣 就是因為近期知名youtuber老高 被網紅男權媽媽指控抄襲日軟頻道 憤怒反擊 自己影片比對方長一倍以上 根本就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何來百分百抄襲之說 控訴男權媽媽是在惡意攻擊 蹭流量 更撐住作權只有在原作者 不允許轉載的情況下才有效 如果對方有回應 不希望資料被引用 才會刪除影片 不過法律上是如此嗎 如果今天只是將他翻譯的話 那法律上面除非這個翻譯 有特殊的翻譯著作 否則的話 因為是從原本的著作 來做一個改作 仍然是會侵害著作權的 律師回應 內容重複且引用未取得同意 在台灣屬於違反著作權法 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APP